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日前向法庭申请取回护照 理由是想要带家人出国度假 然而控方今天却对慕尤丁的这项申请提出反对 副检控官诺阿斯玛今天向地庭法官阿祖拉提出控方的立场 也是土团党主席的慕尤丁面临着三项洗钱指控 9月29号向法庭提出书面申请 以寻求检察官改变他的保释条件 其中包括归还他的护照 慕尤丁表示他打算带家人去英国度假 因为今年对他和家人来说是充满压力的一年 对他而言带家人度假一个月是常态 他说由于前往英国的航班需求量很大 所以他已经预定了机票 并表示需要护照才能在新加坡进行身体检查 无论如何慕尤丁强调自己身为国会议员 同时家人与资产都在国内 因此他没有逃跑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